1 9 9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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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 10 並且認萬丈木為大哥 萬丈木一開始還很抗拒小黃 認為他沒有用 想把他丟掉或者是送人 是小黃苦苦哀求才讓自己被留下來 某一日 萬丈木收到哥哥的決鬥挑戰 雖然這場比賽是由哥哥主動發起 但其實他只是個門外漢 完全不懂打牌 所以立了一個限制給萬丈木 那就是萬丈木不能夠使用 攻擊力大於500分的戰鬥怪獸 看來真的是外行 攻擊力怎麼會是重點呢? 萬丈木為了收集這些能力值低下的卡片 到了學校外圍的古井剪卡 這個井就像是卡電影的廢牌堆 許多玩家不要的卡片都被丟棄在這裡 也是我尋寶的好地方 萬丈木在井裡遇到了小綠以及小黑 導彈三兄弟就此重逢 萬丈木剪了這些卡 組成了攻擊力0的牌組 完全進入0的領域 雖然沒有攻擊力 但嚇人有嚇人的用處 面對哥哥強攻的怪獸壓制 萬丈木先是一張導彈三角颶風 破壞對方廠商全部的卡片 之後再召喚混沌死靈絲 吸收墓地怪獸的精華 打贏了這場不公平的戰役 導彈的死卡發行比較特別 他是先發行死卡之後才在動畫中出現 而最早的版本也不是單體的各卡 而是三合一的陷阱卡 導彈三人組 導彈三人組發行於2002年 第三期第四彈 死卡的效果為 對方廠商以守備表示 特務召喚三隻導彈Token 這個Token不能作為升級召喚的解放 當導彈Token被破壞時 他的控制者就要承受300分的生命值傷害 導彈三人組可以直接卡對方三格 干擾對方做事 真的是來亂 而且在還沒有同步召喚之前 要處理到導彈的方法不多 如果再搭配地盤下沉 封鎖對手兩個怪獸格 就會讓對方下不了怪 導彈三人組還因此被限制 這樣的強度 在遊戲上手遊裡應該是不會推出 只能使用萬丈木的技能過過乾癮 隨著時代的演進 召喚的方式也越來越多元 導彈三人組也就解除限制 現在開導彈三人組 對手應該會笑得很開心 在導彈三人組之後 到了305才推出第一隻的導彈小綠 而小黃以及小黑 則是等到306才發行 三張卡的敘述都一模一樣 導彈三人組的一員 當三體同時存在時 就會有事情發生 導彈有一系列的相關卡片 也客串過許多的卡圖設計 以下就來介紹導彈的亞種怪獸 下面一大包的導彈王 這張卡是由導彈兄弟所融合出來的怪獸 當他存在於場上時 就可以讓對方三個怪獸格無法使用 擁有3000分的大屁股 他可是當年SOD推出來的大物 萬丈目就是用這個傢伙 把你的名字箱完全封鎖 還記得當年連結召喚 這個規則剛出來的時候 導彈王還被玩家捧到神位 先站住一個額外格 再封鎖對面三個主要的怪獸區 不讓對方有延伸額外的機會 導彈騎士 使用兩張導彈做融合召喚 當他存在於場上時 就可以封鎖對方的兩個主要怪獸區 這也是曾經在動畫中登場的怪獸 如果導彈騎士和導彈王 同時存在於場上 就可以全面封鎖對方 導彈小蘭 此卡因為戰鬥被破壞送進目的時 可以從牌組檢索兩張導彈知名的卡片 除了要被戰破 稍嫌被動以外 小蘭的檢索能力真的好用 他可以檢索怪獸 也可以檢索魔線 而且還一次檢兩張喔 導彈小紅 此卡召喚成功時 最多可以從手牌以攻擊表示 特殊召喚四張導彈怪獸 他是複數特招的好物 可以跳三兄弟炸場 小紅和小蘭其實就是導彈二人組 他們也是首批擁有效果的導彈怪獸 攻擊力當然也是完美的0 導彈皇帝 他的連結素材為三張獸族怪獸 其中一隻必須是導彈知名的怪獸 當場上存在導彈王國時 此卡的攻擊力就變為3000分 並且不會被效果破壞 像此卡攻擊所發生的戰鬥傷害 將由對手承受 導彈皇帝一回合只能使用一次第三個效果 選擇我方目的連結怪獸以外的導彈怪獸 將他復活到場上 發動這個效果的回合 我方只能從額外排除做融合召喚 果然是皇帝 這是唯一一張不會躺下的導彈怪獸 他可以無代價復活目的的導彈怪獸 另外也針對導彈的痛點做了些微的改善 如果對方敢打過來就要準備吃下傷害 除了以上的牙狀 導彈在上位死卡化的部分 還有動畫中的機械小黃以及機械導彈王 另外 根據導彈王國的卡圖 除了目前發行的五色導彈 似乎還有許多未發行的導彈成員 導彈與萬丈木的羈絆 就如同海馬與青眼白龍 瞧他這身打扮 就知道萬丈木有多愛導彈小黃 在萬丈木對上艾德的戰役裡 萬丈木依舊戴小帽 著整齊服裝 最後還用小黃對艾德進行直接攻擊 看看這個慢動作 導彈小黃使用正拳 擊倒天才型決鬥者艾德 打到他人生的最高峰 比起戰甲龍 我認為導彈才是萬丈木的真王牌 我是豆哥 其實導彈也是我愛玩的歡樂牌之一